真我GT7 Pro有三个颜色 分别是星际态 光玉白 和火星探索版 我手上这台就是火星探索版 说实话 自从进入到宇宙主题之后 我感觉鲁蜜的设计也渐入佳境 从越在岸面的GT6 到今天我手上这台火星探索版GT7 Pro 越来越好看了 正面是一块三星等身四威曲频 今年旗舰手机的正脸可以说非常整齐化一 从侧面我们可以看到 GT7 Pro无论是前面的屏幕玻璃 还是背面的背板玻璃 都带有一定的幅度 这就使得GT7 Pro不仅持握非常舒服 日常操作屏幕的时候 滑过屏幕边缘也会非常顺滑 唯一的减分项可能就是自带手机膜了 虽然只有0.15毫米左右的厚度 但还是会有一丁点刮手 建议土豪用户可以考虑撕掉这个膜 享受裸奔的快感 整机重220克 厚度8.55毫米 机身宽度为7.69厘米 受益于后盖玻璃的弧度 以及控制得当的厚度 整机手感还可以 但算不上优秀 主要的减分项是机身宽度和重量 中矿采用了航天级铝合金金属材料 边框右侧是音量键和电源键 按键手感紧致 回弹干脆 搭配位置非常合理的超声波指纹识别 无论是解锁还是锁屏 操作都非常顺手 这个好评 背面采用了全新刺心流沙AG工艺 触感细腻的同时不沾指纹 我个人虽然对于红色并不乐中 但GD7 Pro的火星红我非常喜欢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色彩的搭配 从边框的暗红到背板的刺红 再到DECO金属圈的阳极红 拿捏的都非常好 二是因为这个玻璃背板还有类似火星运河的纹理图案 它强大好处地点缀了整个背板 使得它更具层次感 总而言之 这个配色无论是在光线充裕的户外 还是在落光的室内 它看起来都非常扬远 和两位老大哥不同 GD7 Pro的相机DECO为举行 包括闪光灯在内的所有传感器 都被限制在了镜头的黑色玻璃之下 这就使得GD7 Pro的背面非常简洁 如此精致的外观会不会只是一个花瓶呢 物理防护做的又如何 官方宣称GD7 Pro支持IP68和IP69满级防水 不仅可以防止灰尘进入到机身内部 在水中长时间浸泡也能正常使用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 GD7 Pro不是专业防水手机 它仅支持0到2米深度范围内30分钟的防水 且要求使用期间水温与产品温差 应该小于540度 所以我会更偏向于把这种防护 当作是一种亿万落水的保护措施 毕竟手机使用时间长了 防护功能也会减弱 所以并不推荐大家频繁的泡水 因为防护再强也经不起长时间的浸泡 GD7 Pro搭载了一块6.78英寸的三星OLED屏幕 分辨率为2780x1264 450PBI 全局亮度2000尼特 手动最高亮度1000尼特 支持120%的P3色域 拥有10.7亿色 时间来到2024年年底 和曾经卷分辨率 卷刷新率 卷色载覆盖的进手环境不同 现在旗舰手机在屏幕配置上都堆的非常满 用户感知层面已经难分伯仲 因此现在的旗舰手机在卖点上 更多的是集中在抗疲劳或者护眼上 GD7 Pro的屏幕全球首发 非偏正自然光护眼技术 我们都知道人类视觉系统的进化 其实一直都是在适应自然光 而自然光不具有偏正性 所以对我们的眼睛不会产生伤害 但随着近代电子科学的进步 我们人类开始需要长时间观看 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偏正光 这就使得我们的眼睛需要长期暴露在 非自然光状态下 这就会导致眼睛变得容易疲劳 甚至会出现一些病变 中我和三星显示联合调教 打造了这块非偏正自然光护眼屏 与行业屏幕线偏正光 原偏正光方案相比 非偏正自然光能做到 无限接近于自然光的无偏正状态 从而带来了最科学的护眼 除了非偏正自然光护眼技术外 屏闪方面 GT7 Pro这外屏幕也支持硬件级全亮度DC 与行业通动的高频BWM相比 全亮度内DC单帧仅有单次闪烁 屏闪非常接近LCD的零屏闪 AI传说门 AI通话摘要 AI录音摘要 以及各种AI突变处理功能非常好用 强烈建议大家对AI也多学多用 因为它确实可以帮助你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UMIUI 6.0也带来了更多主题 全新的交互加上行音流水的动画 让整个系统换了一些 这次的系统同样带来了流体云设计 搭配居中的前置摄像头 有种苹果灵动岛的感觉 我之前就很喜欢AI的传送门 现在升级到了2.0 它可以智能识别屏幕内容 并推荐对应的APP 比如当我们在聊天窗口 长按一个淘宝链接 激活传送门后 你可以直接拖到淘宝APP里进行打开 当我们长按一个地址 激活传送门后 你可以直接拖到百度地图里进行定位 打破了APP之间的壁垒 非常好用 因为今年高通提前发布了新处理器 并且没有所谓的首发独占器 所以各大厂商争先恐后 抢在双11之前 把搭载骁龙8至尊版的手机都发布了 真我GT7 Pro也是其中一员 那么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到性能测速环节 按照惯例 还是先来进行理论跑分 真我的电池设置中并没有高性能的选项 全带着的是一个独立的GT模式 能大幅提升性能上限 但会略微增加功耗 我们所有的测试都基于这个GT模式 在GTB6中单核得分3098 多核得分9397 跑分表现在量产骁龙8至尊里 属于比较靠前的水平 可能有些小伙伴要问啊 为什么方方的跑分始终都会比我们高一些 这是因为我们选择直接在室内环境下跑 没有专门降低测试环境的温度 去优化这个跑分 给大家展现的就是最真实的日常表现 游戏测试中我们还请出了目前最次 手机配置的两位大型游戏 原神和奔铁 真我GT7 Pro原神最高画质的渲染分辨率为 813乘以1787 我们进行了30分钟虚拟跑图测试 游戏平均帧数60帧 每10分钟的卡帧数仅为0.4 测试功耗为3.9瓦 真我给原神调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仅流畅度没有任何问题 功耗也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几台 新机里面最低的 在压力更高的奔铁中 黄金的10克跑图测试点 平均帧数依旧有59.8帧 每10分钟卡证次数0.3 测试功耗5.8瓦 从游戏测试的结果来看 真我GT7 Pro这次把骁龙8制装盘调的很好 特别是功耗控制 在我们的测试结果中 它的表现完全不逊胜于那些 比它卖的贵的起见 另外它也支持原神盒 新铁开启插针超分 实现120帧游戏 在这个模式下 你可以获得极其顺滑的游戏体验 受益于电池技术的提升 这代旗舰手机也纷纷用上了 密度更高的大容量电池 真我也是毫不利涉 给了一块6500mAh的电池 这不仅是常规形态手机里容量最大的 甚至比某些小平板的电池还要大 续航靠谱的让人惊喜 受限以为我们的测试时间比较短 无法进行完整的续航测试 但通过真我官方的满电制关机的游戏测试中 可以看到动摄5小时奔铁的续航 说明这次GT7 Pro的续航真的很给力 不仅电池容量大 充电速度也更快 真我GT7 Pro支持120瓦有限闪充 经过实测 使用原装充电器 34分钟就可以把手机从1%充到100% 如果是碎片化的充电 5分钟可以充入电量28% 13分钟可以从1%充到50% 电池又大充电又快 这下续航交易算是真正缓解了吧 对于一款性价比优先的手机来说 通常相机部分是节省成本的重灾区 旗舰处理器搭配百元级的扫码摄像头 市面上比比皆是 不过真我GT7 Pro并没有这样做 通过材数表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于手机影像它也相当重视 GT7 Pro的主摄像头光源键是 1.56分之1英寸的IMX906 等效24毫米焦距 拥有5000万像素1.8的大光泉 长焦镜头是IMX882 大抵潜望3倍长焦 73毫米焦距 2.65光泉 中国GT7 Pro应该是同档唯一 既有骁龙8自准版旗舰芯片 又有旗舰潜望长焦镜头的手机 而且它不仅继承了大革门优秀的硬件 还得到了算法的下放 AI长焦智能优化 迅持闪拍高速抓拍 Livephoto动态照片 胶片模拟个性滤镜 这些新功能通通都有 像这里的AI消除 AI超清等照片处理功能也全部都具备 并且为了彰显自己对于影像的重视 曾我这次还跟著名的电影导演 贾张科进行了联名 独家搞了一个贾张科电影滤镜 实在是有为性价比机型 不卷影像的传统 GT7 Pro这套大抵潜望3色影像系统 放到性价比机型里 真的是有点不讲武德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论论了 GT7 Pro是你的参访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